歡迎收看 還有嗎 我們同康 一直以來呢 世界上面都一直流傳的 這種超自然生物的可怕傳說 那他們呢 厲害了 跟我們人類不一樣 他們不死喔 這可厲害了 他們入侵我們這個人類的世界 造成我們人類非常恐慌 當然最有名的是誰呢 殭屍 還有吸血鬼 是 他們就跟外星人一樣 彷彿真的存在 但是一直無法證實 今天呢 我們就要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些不死怪獸 好不好 首先跟你介紹這個 他也是不腐爛的喔 不好意思 有人在找我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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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找些經驗嗎 沒錯 我就是 喜吃 我喜歡 小明星 好開心 好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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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巧 好可怕 這怎麼會是這樣子 我最用的一句呢 那個應該是 叫我姊姊 叫我姊姊 沒錯 我就是 謝經驗 謝 姊姊 沒錯 如果你沒有 找謝經驗的話 那就跟著我一起 謝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大腿很粗耶 你就把握握一下 是有一點粗喔 謝 沒有 沒有 我脆 我脆 槍在我們的肩上 血在我們的胸膛 所以要告訴大家 就是呢 自從暮光之城等等 以吸血鬼為主題的電影 大賣之後呢 吸血鬼幾乎就成了 人皆 人人皆知的特殊傳奇 在高度聞名的今天呢 有多數人認為 吸血鬼是虛構的 但是 還是有人相信 吸血鬼 早就已經跟隨人類的腳步 來到了現代喔 我現在只能講一句好 謝經驗 對不起 姐姐 好的 這個吸血鬼啊 是一個非常恐怖的東西 為什麼呢 它彷彿就是藏在我們人群之中 不會被人家查之的 那在馬來西亞呢 確實曾有巫師喔 他深層抓到了白色的吸血鬼 吸血鬼 白色 吸血鬼還有分形色 對啊 奇怪喔 來 馬上 可能大家不知道 我今天要給大家講個訊息 美國最知名的娛樂雜誌 是 他請了誰 請了史蒂芬金 史蒂芬金是美國最驚悚 最著名的小說家 是 他特別請小金把 全世界有史以來 不管是電影 電視 漫畫 小說 戲劇裡面全部出現了 各式各樣的惡魔 說你來做個排名 結果你知道第四名是誰 第四名 對 第四名是那個人 哪個人 那個人 佛地魔嘛 佛地魔 那個人佛地魔 為什麼是哈利波特 不能講 哈利波特 不知道第三名是誰 魔戒的索倫 索倫厲害 索倫厲害 結果史蒂芬金選的第二名是誰 大法師的那個惡魔 那個那個 他是吸血鬼嗎 大法師的惡魔 那是惡魔 OK 第一名他選的是誰嗎 應該是吸血鬼 吸血鬼 德姆拉斯 對 你看史蒂芬金 選出全世界最 可怕 第一名的惡魔 是吸血鬼 影響力最大 影響力最大 你知道嗎 那麼馬來西亞 真的發現了一隻吸血鬼 而且這隻吸血鬼 早就在馬來西亞存在了 馬來西亞早就知道它存在了 它是一個孕婦 生產之後死亡 死亡之後沒搞好 不知道為什麼就變成吸血鬼了 所以他在孕婦生產的時候 他在村莊部落生產 他就會出現 所以大家就發覺到 原來孕婦在生小孩的時候 就要在市中弄那個尖尖的竹子 把房子圍起來 他就進不來了 這個在馬來西亞 每個人都知道這事情 他在馬來西亞就覺得太煩了 就找到全馬來西亞部落裡面 最強的巫師來對他 巫師說他很難對 為什麼 他會隨身變 他跟一個女人接近 他就會吸到這個女人的能力 他就變成一個穿白裙 白衣的女人 就變那個樣子 就變成那個樣子 他跟狼接近 他就會變成狼的樣子 他是會變的 結果來這個巫師就跟他大戰 他敵不過巫師 兩個人激戰了一個小時 他就逃到什麼地方 逃到棉花田 棉花田 逃到棉花田裡面去 巫師也跑到棉花田裡面去 但我剛剛已經講了 他碰到什麼地方 他就變成什麼 他變棉花了 變成棉花 棉花糖 他真的變棉花了 那你很狠 他真的變棉花了 這太瞎了吧 你看他 他真的變棉花了 他要裝成棉花 逃走這樣失敗 但是他還有頭 他還是有頭 你看他那個頭 這邊來 看到他兩個眼睛沒有 下面一個嘴巴 看到沒有 兩個眼睛一個嘴巴 那個頭 還有鼻子 兩個眼睛一個鼻子 鼻子也有 一個嘴巴 看到他頭沒有 結果你看他變成棉花 而且他把他裝到罐子裡 裝罐子裡 封起來 他抓住 他變得那麼小一個 這麼小一個 其實變得很小 後來發覺到一個事情 殺不死 殺不死 這有各種方式 對 巫師鬼不會死 殺他不會死 太酷了 不會死 那現在最後做了一個決定 要把他裝到鐵箱子裡面 去把他 封起來 丟到大海裡面去 好 這個是在馬來西亞看到的 因為我們節目一直在講 其實東南亞滿神祕的 那這個東西 他已經把它封存起來了 那希望說那個巫師 好好處理他 不要再出來危害人類 那羅馬尼亞這個人 他認為他的親人 變成了吸血鬼 所以他要把那個墳墓挖開 然後要把心臟挖出來 他們有這麼恨嗎 你看電影 看什麼吸血鬼 殭屍 這些片子都是什麼 好像都距離現在至少 幾十年前對不對 對 不然就十八世紀最多嘛 對不對 羅馬尼亞到了2003年 真人真事 發生在哪裡 你知道嗎 在羅馬尼亞南部 特蘭西瓦尼亞省 一個馬洛提努村 念得好饒舌 馬洛提努 反正就是一個家族 叫做托馬家族 是 2003年底 聖誕節前一天 12月24號 他們家的祖長叫什麼 叫托馬彼得 過世了 欺人都哭了 聖誕節都不能過了 怎麼辦 媽媽還要哭了 好不容易把這事 喪事給辦完了之後呢 好啦 過幾天 突然他的小侄女兒 突然就說 媽媽我不能呼吸 為什麼 每天晚上 那個叔叔 我們彼得叔叔 剛剛過世的都來找我 可以 小孩子你不要胡說 不要胡說 不要胡說 他每次都來吸我心臟的元氣 他還要吸我的血 我的天 然後這個小侄女的身體 就一直一直 一天一天衰弱下去 然後兩眼凹陷 給醫生看 完全沒用 來就沒有用就對了啦 你知道嗎 整件事情得不到科學的解釋 好 然後這個全家族 因為一百多人嘛 一百多人大家開會 怎麼辦 怎麼辦 他說那沒有辦法 我們已經知道 主長這個彼得 他已經可能已經變成什麼 他快要變成Vampire了 你知道嗎 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呢 好 請巫師出馬 請巫師出馬 派了六個壯丁 在什麼時候 一月八號 月黑風高 也就是說 還過世兩個禮拜的一個晚上 六個人 就到了彼得的墓前 然後那個時候彼得 還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對不對 把墳墓挖開 我棺材打開的時候 起來 叫彼得起來 他叫彼得你嚇到 你把小康給嚇到 我跟你講 你等一下小康要跟著嚇 為什麼 彼得自己就起來了 起來就變小康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彼得還真起來了 經往這個大嘴 竟會乖乖聽話站起來 更多驚悚場面 你千萬別錯過 清純女孩竟化身為恐怖吸血鬼 她希望把自己變成一個 截然不同的人 而且她希望把自己變成 她成敗的對象 就是吸血鬼 那這一個女孩子 她就把自己 從清純的一個女孩子形象 變成這樣 爺 爺 爺 我看太可怕了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嚇一跳 好像現在還活著就對了 現在還活著啊 我的媽 那時候彼得還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對不對 把墳墓挖開 棺材打開的時候 說起來 叫那個人家 叫彼得起來 他叫彼得你嚇到我了 你把小康給嚇到我了 彼得小康要跟著嚇 為什麼 彼得 彼得自己就起來了 起來就變小康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彼得還真起來了 還真起來了 起來說 你過世了就好好做你的什麼 做你的孤魂 不是啦 反正你就不要裝神弄鬼對不對 我要上天國 你就上天堂就好了 然後這六個人 兩個人把他扶住 四個人拿那個超級大木樁 大家看鍾世紀那個影片有沒有 小的尖尖這樣 肚子這樣 就插下去了 插下去之後 馬上在同一個時間 有人插 有人把他的心臟 剖開來 然後把 心臟 已經兩個禮拜了 那不叫雪肉模糊 那個皮結就炒了 還滾 他還站著 放下來地上 然後放火燒 燒一定要燒到成灰以後 有沒有 趕快他還站著 趕快放到水裡面 然後撒一杯水 放到水裡面 小侄女兒喝下去 什麼 這到底要整誰 喝下去 小侄女就 突然精神過來 然後彼得就 倒回他的棺木裡面 蓋起來 買好了 小侄女說 我完全都好了 我不會再被人家挖心臟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Discovery就覺得 這個要研究一下 因為這是真人真事 Discovery特別請 英國布蘭德福大學教授 泰勒 就到現場去調查整件事情 然後現場陪他們去的是 羅馬尼亞的一個 也是人類學家叫Fever 費佛 他就說 我們在這邊很正常 為什麼 我告訴你 那個死掉的組長彼得 他四十天之內 他就可以變成什麼 他四十天 他現在我跟你講 都不是正常有形體的 四十天以後 他就會變成有形體的 叫做Zombie殭屍 我剛不是說 前面說有六個那個 男的 那個男的去 其中有一個就跟泰勒講說 我知道你們一定不信 反正兩個禮拜以後還有血 泰勒說你說什麼 他說我們一挖出來的時候 這個彼得 嘴角上還有血 兩個禮拜了 你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告訴我 是怎麼回事嗎 這個特別做成一個 Discovery的專題式 好 那接著來看到義大利 義大利就發現了 女吸血鬼的骨骸 但是她嘴巴裡面塞磚塊 為什麼要塞磚塊 這個是發生在 這個義大利威尼斯的 這個拉薩萊托諾努的 這個小島 但是居然就在那個地方 找到了一個目的 目的 那你說這個骨骸 也沒有什麼特別 但為什麼這個骨骸 你仔細看看 我的媽 這個女性的骨骸 而且發生在1576年 距離現在已經五百年了 是 你看看 為什麼她的嘴巴裡面 被塞了一個磚塊 好大一塊 好大一塊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近一點的照片 是正面插下去 對 你看到沒有 它是現在這樣橫著看 如果我這樣子倒過來 我的天啊 好大一塊 你看到 是 這它的牙齒嘛 然後這磚塊這樣 直接就插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原因就是 其實從1300到 差不多1700 也就是大約平均 十六世紀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 歐洲發生黑死病 很多的瘟疫 但事實上 它是蒙古西珍的時候 那些旱榻 就是那些一種老鼠 把那個鼠疫帶過去 那麼可是當時的人不曉得 就想說發生這麼多的瘟疫 很多死人 然後尤其當時很多屍體 有時候在整地的時候發現 怎麼會 他們當時還有裹濕布 特別就是遮住臉的 發現那個濕布都破掉 而且旁邊沾著血跡 他們就想說 是不是這個屍體有起來 好像有吸其他 因為瘟疫死亡的那些人的血 然後去得到養分 但事實上 按照現在科學了解 其實因為嘴巴裡 比較會有細菌 那因為有細菌 那果實布 特別是遮住臉的這塊布 那麼耗盡嘴巴 就很容易腐爛 破掉 破掉以後 再加上身體裡面有氣體 屍體會膨脹 膨脹以後 那麼就會發現說 好像感覺到 這個屍體這邊好像 嘴巴把那個果實布咬破了 還流的血 那那個血 可能就吃了附近 其他屍體的血液 那麼可是當時 整個歐洲這樣瘟疫蔓延的時候 那麼像這樣的一種 不論是 我們剛才像西平兄弟講到 什麼各種的 各種的其他吸血鬼的傳說 就結合起來 有的是什麼 要在心臟 在身上打到一個 什麼母樁 然後什麼地方 要放個十字架一樣 他們當時 就會認為說 他會吃果實布 果實布就像 屍體的牛奶一樣 給他能量養分 所以就故意要塞一個 他不能吃的東西 也就是說停止讓他繼續去吸血 繼續去吃別的屍體或傷害人 對啊 好 這是在義大利 保加利亞 我們現在講的都是靠近那個 歐洲 東歐那附近對不對 因為吸血鬼的傳聞 就像剛剛這個 是從東歐來的 從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 那邊都是隨巴爾幹半島 巴爾幹半島 所以你看靠近義大利 這邊也是一樣 東歐這個地方 像剛剛那個 浩米哥講說 大家以為說傳聞就是 吸血鬼的這個遺體 或者他身上一定會有一個硬物 刺穿他的心臟 或者是木樁 或是十字架什麼等等 大家都以為 那個是傳聞 有誰真的經歷過看過 現在保加利亞在靠近黑海 他們有一個那個 濱海的小城鎮 叫索索波爾這個地方 他們在考古發現了 以前貴族的那個 那個墓穴的時候 真的找到了 真的他遺體上面有硬物刺穿 除了像剛剛威尼斯 義大利那個嘴巴塞磚塊 保加利亞的考古墓穴 這個貴族以前的墓穴當中 他們發現你看 這個骨骸上面 有一個硬物 直接穿入他的心臟部位 壓在這個地方 你看 保加利亞 這個是放大的照片給大家看 兩張 他總共至少有兩具 兩具在貴族墓穴發洩 這樣的骨頭 遺骸裡面 都有這樣的一個硬物刺穿 刺穿他的心臟部位 後來那個保加利亞 他們有一個國家歷史博物館的館長 紀米特洛夫他就有講說 這個在保加利亞已經流傳很久多年的民間習俗 這兩具骨骸呢 應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 而且當時他們已經流傳 民間習俗一直在講說 為什麼要在吸血鬼的這個身體 和他心臟部位刺穿他 用木樁也好 或者是用尖尖的鐵棒 像剛剛浩平哥講的那種磚塊塞到他嘴巴 是為了怕他出來咬人 那木樁或是尖尖的硬物 或者是那個鐵棒刺穿他的心臟 是為了讓他定住在那個棺木裡面 或是木屑當中 他沒有辦法在半夜的時候爬出來 所以在民間習俗 他說這印證了保加利亞 七八百年來傳說的民間習俗 就在他們這個木屑裡面找到 而且他不是只有找到這兩具的骨骸 據說在保加利亞找出上百具 至少一百多具 這樣的一個屍骨裡面 都有在這個心臟的部位穿出 所以如果說他們真的是吸血鬼 他們這一票是餓死的 因為病定在那裡 其實你不可以這樣講 因為他們沒辦法出來吸人解 不可以當初 在幾百年前當地的村民懷疑 他就是吸血鬼 而且這些人不是具有貴族 甚至就是有一些神職人員 比如說教士 神父 就是教職人員的一些身分 很奇怪 他們就認為說 因為他們會覺得說 有些神職人員會走火入魔 好像已經被吸血鬼這個 給吸血或蟲化 或者是驅魔的時候 被咬到什麼之類的 都有可能 這是當地他們就認為說 因為這兩種身分 他們發現了這個身分 去清查那個史籍資料的時候 發現這兩種身分 貴族跟神職人員居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男性 很少發現 幾乎沒有發現過女性 很少像剛剛浩平哥說 威尼斯發現那種 女性的吸血鬼被人家定住 所以他們是只是告訴大家 保加利亞真的有民間傳說 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他們現在 保加利亞跟羅馬利亞政府很聰明 他們很會搞觀光 現在他們居然已經想到說 用吸血鬼的古堡 然後甚至用這個木雀 來出租給國外的遊客 如果大家想到那邊旅遊 你可以去租那邊 一個月或一個禮拜或一天 然後住在旁邊 你可以跟這個木雀 或者是租那個古堡做鄰居 然後看看晚上會有什麼動靜 呼籲一下海關 就從保加利亞回來 看他臉非常白的話 就稍微不一樣 怎麼會這麼白的臉呢 來個罐罐的檢驗一下 你先吃大飯 我先... 要鬧了喔 保加利亞又要亂玩喔 先吸血鬼 好 因為現在那個小說 電影也好 甚至於一些宗教的運動 就是變成就是說 這個真實的吸血鬼文化 在這些神經病身上 漸漸開始盛行 這些人他們瘋了 他們就說他們也要吸血 是... 是不是有這些瘋子 2002年1月30號 德國有一場審判 轟動全德國 等一下 趙哥你來看他們判了多少年 他是丹尼爾跟曼柳拉夫婦 是 他們兩個夫婦做什麼事情 我先講這個曼柳拉太太好了 曼柳拉十四歲的時候 在家裡訂了一口棺材 從十四歲開始就睡棺材 睡床 睡棺材 然後從此就盡量避免陽光 陽光日子他就不出去了 然後他把他右邊的頭髮剃掉 在頭上刻了一個 傻蛋叫的標誌 你看這個曼柳拉 所以刻一個傻蛋 笑不笑 傻蛋 他把他的頭髮剃掉 磕了一個傻蛋 好噁心 反思架嘛 你看看這個樣子 把自己弄得就像個吸血鬼 是 十四歲就開始睡棺材 結果他在網路上 聊這事情的時候 有一個男的跟他說 我也睡棺材 兩個就 結婚 就見面 見面就結婚了 跟丹尼爾結婚了 開心 結果兩個人家裡開心 買了都頭蓋骨 各種燈籠 然後燒熏箱 熏箱祭壇上 本來都是解破刀 解破刀 結果呢 他們到底 他們說他們殺了很多貓跟狗 到底有沒有殺人 現在還沒差 就沒差到死害 有一天他們找了一個朋友 三十六歲的一個朋友 到家裡面來做客 做客的時候 當他們拿起刀來的時候 那刀竟然發起亮光來了 然後撒蛋在他們耳朵旁邊 這是他們自己講的 下了命令 他們兩個就 跟西野鬼一樣 就刺上去 瘋狂刺的朋友 刺了六十六刀 崩壞 在他胸口上 也刺了一個撒蛋膠的 一個標誌 刺完 血喝完之後 這個最後就拿個 最長的解破刀 你知道多狠 是 就把人撕了 好 吃了之後 現在他們就被抓了 被抓之後 他們就跟法官說 這不是我們要做的 撒蛋給我們下的命令 要我們刺他的 這件事情就轟動了 德國 結果德國開放採訪 就媒體通通一來之後 哇 媒體都被嚇死了 你知道他都怎麼樣 第一個 他給所有媒體逼 那種很下流 骯髒的各種手勢 然後他會對媒體 他本來坐這邊對不對 他會扶起來 然後伸出舌頭來 然後轉眼珠 轉眼珠 我上去給他一巴掌 你上去給他一巴掌 誰在怕 趙哥最後怎麼判 這肯定要判個五十一百年吧 但他們說不是他們做的 是撒旦給他命令做的 那法官可以說 現在是上帝叫我來判你的刑 他就不用相信他講撒旦的事了 結果丹尼爾判十五年 那麼短 他太太判十三年 就快出來了是不是 已經出來了 他們2002年審判的 所以你現在在節目上 你這樣亂講說判五百年 一百年 剛剛你說要打人家一巴掌 我都打拔警了 我看 你拔警都在購物東西 你拔警了 你拔警了 你拔回來 我們把那個畫面給拔回來 好不好 好的 有一位美國女子 每個月要喝兩公升的血 已經喝了三十年了 她是 她缺鐵是不是 她叫Julia 賓夕法尼亞人 她今年四十五歲了 喝了三十年的血 而且每個月大概喝半加輪 沒有概念半加輪多少 一加輪等於多少 一加輪就三點六公升 她都喝哪一型的 三千多cc 三千多cc 那有沒有分血型 半加輪就是一個月 她要喝一千八百 一千八千八 一千八百公升就對了 媽呀 超大怪的 那五百CC木瓜牛奶 喝就很重要 一千八百CC啦 對不起 一千八百CC 五百CC木瓜牛奶 你喝喝看 三杯半要喝 很好喝對不對 好撐耶 她是有故事的 為什麼 因為她是從什麼時候 她十五歲跟她的男朋友 少男少女你知道嗎 非常激動 她竟然把她的男朋友的脖子 咬了一口 媽呀 對不起 你好痛喔 不 你是她男朋友的 不 再照她自己說的 她恐怖了 我懂 她現在演她男朋友 她那邊有說 她多從人格 一點都不痛 好興奮啊 好興奮啊 於是她從第一次 嘗到人血之後 她說 人的血滋味好棒啊 而且讓我變得更強壯 更不容易生病 所以說從那個時候開始 她就已經愛上和諧 她就愛上了 問題是 她又不能夠犯法對不對 所以說你知道嗎 全美國都有人來到我這邊朝聖 他們都願意提供 他們自己就是要被獻祭的活人 不過我朱莉亞也不會 對不起你們 為什麼 這些活的獻祭者 我會用特殊的刀劃開之後 去吸裡面的血 然後這些刀 在我要吸之前一定會先經過消毒 所以不用怕 我是健康的吸血鬼 OK 是 平常她要是沒事的話 她就住在棺材裡面 好 她是住在棺材裡面 然後呢 旁邊還擺了一個什麼 擺了一個孤樓 然後平常沒事就這樣幹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講 她的前夫 她的前夫就我剛才講那個Donner 唐納本來跟她一樣一起吸 因為他們還互相吸對方 大家就會覺得說 然後習老師都沒血了 所以就離婚了 互相吸對方 後來唐納她說放棄了 她還是樂此不批 OK啦 反正她真的開心就好 但是不要犯法就好 對 好不好 那墨西哥也有一個青春女孩 她把自己整形成喜結婚 這個青春女孩叫克里斯汀 她是三十幾歲的一個女孩子 她在大概十幾歲 十七八歲的時候 有過一段那個婚姻 但是那一段婚姻讓她很不幸福 充滿了這個婚姻暴力 那可能是在那段婚姻之後 她大受刺激 她希望把自己變成一個 截然不同的人 而且她希望把自己變成 她崇拜的對象 就是吸血鬼 剛剛我們看到 乾哥還有浩明哥 我們都在介紹好像那些 都是變成吸血鬼的行為 那這一個女孩子 她就把自己 從清純的一個女孩子形象 變成這樣 太可怕了 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嚇一跳 她怎麼把自己弄得跟鬼一樣 而不是吸血鬼 像養鬼吃人那部電影 那個樣子 她其實她在她的額頭 直錄一些鈦 然後讓她你看頭上不斷的長 一個包一個包 其實那是一個腳一個腳 就長出腳你知道嗎 那是露珠吧 你也隨便你 我們的觀念就想是在露珠 但是她認為這個讓她長頭 額頭頭頂長出腳 會有點像撒旦一樣 或是像那個地獄怪客那個 又沒有像她那麼尖的腳一樣 她那個腳她認為這是 她一切的那個力量的來源 她的力量的中心泉源 所以她深信不疑 然後而且她在你看 她為了把自己的眼神 本來你看 她的眼神本來是 眼珠是大大的 當然是跟一般正常的一樣 但是她把她的眼珠你看 弄得更像吸血鬼 她把她瞳孔顏色 變成這樣子中間白白的 然後黑黑的這個 外面那一圈黑黑的 瞳孔縮小 她把自己的瞳孔的顏色都改了 然後甚至在臉上 從額頭到下巴 嘴巴 臉頰 耳朵 能夠穿動打環的地方都穿動 在舌頭上也釘上一個釘子 然後去整形 把牙齒也整得像吸血鬼的牙齒 所以她對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形狀 熱齒不疲 而且還拍了一連串的那個照片 你看 她自己就很喜歡 很賣一下吸血鬼的造型 她說她不做違法的事情 你只不過把自己變得像吸血鬼 你看看 她的願望就是 實際上她希望能夠成為一個 真正的吸血鬼 現在還活著就對了 現在還活著啊 天啊 活得了嗎 對不對 她只是整形吧 她的臉這樣這樣 她應該永遠不能出國 而且不斷地去出青啊 她怎麼樣能做分析呢 一到海關又被一巴掌 幹什麼東西 我能夠做好再來 不是啊 經過很死光會叫 滴 對不對 叫 很棒 滴 OK 剛剛講到吸血鬼 接下來我們要提到的就是殭屍 那講到殭屍呢 我們就以前我們節目也講過嘛 海地一個活死人的故事嘛 對不對 那西方就很喜歡拍一些 什麼殭屍電影 現在連電視劇都有 而且呢 我們前一陣子看到新聞也有啊 就是美國那個地方政府呢 就舉行演習 說什麼如果殭屍來了 我們該怎麼辦 對 紐約也有 好 你是有錢沒地方花可以捷舞 真的啊 好 那這個殭屍 殭屍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先講海地的殭屍好了 海地的殭屍死了十八年了 但他復活了 對 我在1992第一次 去海地的時候 他就說其實在他們那邊 十二年前 就是才發生了一個 就是所謂殭屍 或者活死人復活的事件 那事情就回到 我當時覺得他說 這就發生其實也不久 就三十年前 1962年的5月2號 有一個呢 納希斯他死了 是 那這個死了很平常啊 這死了嗎 對 可是 為什麼過了十八年後 他的妹妹在路上看到 有一個人怎麼跟他的哥哥 長得很像 可是他哥哥在那個時候 已經死了十八年了 只是變得很瘦 我們來看看 當時看到他的樣子 納希斯 你看 你說十八年之後的樣子 對 十八年後 也就是在1980年啦 1980 等我是1992年去嘛 我去的前十二年 就1980年的時候 發現路上走的這個瘦瘦 你看眼睛都 幾乎看不太到眼珠 然後他只會在甘蔗田裡面工作 然後後來才把他救出來 那麼發現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他在1962年 因為他跟他的哥哥有這個 他們父親的遺產的這個爭議 結果他的哥哥就 串通了巫師來害他 他說他當時被醫生宣判 死亡的時候 心跳停止的時候 事實上他完全有知覺 他只是覺得他全身冰了 而且感覺到就是 為什麼他不能動 感覺好像被這個 囚禁在一個身體裡面 可是他知覺很清楚 他也知道有人在定棺木 甚至那棺木還 定傷他的身體 他都知道 但是也就在這個情況下 他說接著 他還認為是個巫師救了他 然後還把手綁起來 然後就跟著其他一百多個 像他一樣的人 就在甘蔗田裡面工作 每天就工作工作 大家來看看後來 這是過了二十九年 等於說後來的納西斯 他其實是這個樣子 那你們來對比一下 你會發現 當他當活死人的時候 的那個行屍走肉的那個樣子 瘦瘦的 眼睛無神 然後每天只要工作 他們要只要喝一點水 吃很少很少的東西 他說他有知覺 但是他就是 完全沒有辦法自主 尤其是當他死亡之後 然後接著就被下了一種藥 那麼當時 你看他後來可以長成這個樣子 那麼可是在當時 他說他被這個下了藥之後 是有一天那個公投 忘了給他吃藥 其實他們固定每天要服藥 他就自己逃出來 逃出來以後 然後再後來遇到他妹妹 然後慢慢恢復 那當時這個醫院的醫生 也把他診斷生理發現 他確實 他是 中毒 好像中了某一種毒 而且他簡直像 好像可以從死 又恢復到他生活 生理的機能 所以這一點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的各種的 來自歐洲的傳說 可是這個真正 是從西非延伸到 就是在美洲的加勒比海的 這個地方活死人的傳說 你看當我到那邊 大家現場都還在盛傳這樣的事情 是 那這個納西斯他變成殭屍 那剛剛也講他有吃藥 那馬拉格他是真的是被毒的嗎 海地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殭屍王國 對 那現在科學家就開始研究 海地的殭屍 到底海地是怎麼變成 世界知名殭屍王國 更多驚人內幕 我們馬上回來 殭屍回家暴走鐘 印尼殭屍會自己走回墳墓 已經死亡好幾天的人 他趕到這邊的時候 他自己上去 而且他自己走到棺材的旁邊 胡思咒語唸完 他就咔嚓 就掉進去了 掉進去之後 他 海地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殭屍王國 對 那現在科學家就開始研究 海地的殭屍和活死人 就發覺事實上他們是 有藥的成分在裡面 首先他要讓你呈現一個 假死的狀態 那怎麼樣呈現假死的狀態呢 第一個 河豚 注意河豚是神經毒性 對 而且他不是讓你吃的 吃了會死的 他讓你身上有個傷口 讓那河豚的神經毒性 從你的傷口進去 第二個 殘除 殘除也是有毒的 殘除噴到你就知道 對 真的 第三個 魚蛙 魚蛙它也有毒 對 第四個 它還摻死人的遺骸 磨粉 這就有噁心 這個噁心了 磨粉 這有巫術在裡面 是 它讓你弄了之後 就變成假死狀態 就把它埋了 埋了之後 巫師再把你挖起來 挖起來 那剛才浩平說 他們其實一支要固定吃藥 吃了什麼藥 他們研究出來 那藥裡面有曼陀螺的成分在 曼陀螺會讓人產生幻覺 會產生失憶 這種狀態 他給它吃 當然除了曼陀螺 他們認為還有別的東西 但他們是一種長期的巫術 吃了這些曼陀螺之後 它就變成形絲走肉 它還活著 但是它沒有思想 它完全失去 它還有各種幻覺 那目前科學上是這樣講 但海滴人還是不相信 海滴人還是相信 裡面還是有巫術的成分在裡面 是 好 那海滴郊區深山裡面 會有藍魔鬼駝絲 是什麼意思 先來看這個照片 大家先吸一口氣來看 藍魔鬼駝絲 它會 什麼東西 什麼怪獸 當然這個是登在報紙上的 一則新聞 這個就是海滴人類學家 當它從小也是聽這個祖祖的 這個祖祖的 這個所謂可怕的 會吃人的藍魔鬼的傳說 長大的 可是說這海滴的藍魔鬼 到底怎麼回事呢 因為其實在海滴他們 平均的國民所得非常低 那他們多半呢 除了做一些簡單的農耕以外 事實上他們就是做一些 家畜的一些飼養 但家族常常會發現 怎麼搞的 肢體被肢解了 然後身上有一些 很可怕的抓痕 那當然這些 全部都指指到 所謂的祖祖 祖祖的這種攻擊 那麼當然小孩子 最怕就是祖祖 因為它有傳說 就好像結合剛才的殭屍 活死人 吸血鬼 各種的聽到那種傳聞 也在這個加勒比海的 海地這個地方盛傳著 那麼當然這個人類學家 他後來就切而不捨的 那麼得到這個訊息 他發現這個農民給他的一個 這是台灣的報紙 對 台灣的報紙 當然就是說後來 在這石頭底下發現 他後來他把那個屍體 一轉過來一看到裡 這人類學家嚇壞了 而且他發現 他也不是真的死了 他只是一種 暫時的休眠狀態 他也被下那個巫術吧 這個可能他是有一種力量 在他們的傳說裡就是 他可以像冬眠那樣子 是... 然後他隨時 如果醒過來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趁著 當時發現他正在休眠狀態 趕快把他這個控制住 對 然後拍完照 丟到都明尼家去 快點 假的 到現在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藍魔鬼 是... 藍魔鬼 在印尼 印尼殭屍會自己走回墳墓 那個是跟我們湘西感濕是一樣 幾乎要一樣了 來 來... 來 大家看一下 這真實的照片 對 印尼的南蘇拉威西省 這個叫什麼 這叫托拉雅的馬馬薩蒂居 好噁心喔 大家先看到這個 這是死屍吧 好 對 真的喔 他的臉是被誰踩到 變成這樣 你認為他好像不是死掉的人 他好像還有一點元氣在 他還站得起來 你稍微扶著他一下 我問你 如果他會完全死透的話 他能夠一個人這樣抓到他的手 他還站得住嗎 不可能 絕對站不住對不對 而且手不能這樣交叉 好像在那個休息一下 這個根本不像一個 好 我可以告訴你 他就是已經死了三天 然後現在巫師把他叫起來 叫起來 準備要回到自己的墓穴 而且大白天 對 都不怕太陽 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YouTube上面都找得到 愛於尺度 我們不可以播影片給大家看 絕對驚悚 南蘇萊威西省的馬馬薩蒂居 我可以跟你講 他們是因為怎麼樣 這個習俗是幾百年前 因為他們部落戰爭 西托拉雅的部隊 被東托拉雅打敗之後 打敗了 那你不能葬在這個地方 這邊的人不能葬在這邊 那邊的人也不能葬在這邊 互相握手言和 現在我們要把屍體趕回去 交換屍體 對 你回去那邊 我回去那邊 你知道嗎 那地方是 那個叫古獨葬立 哪有馬路啊 打仗都是在重山巨裡面打的 所以一定要專業趕屍人 就出現了 來 你趕你的 我趕你的 井水不犯河水 一直沿用下來 就變成了南蘇拉威西的感濕文化了 現在我們看到這張照片上是什麼 是一個 他叫什麼 叫史拉薩的人 他說 他曾經看過他的家 就是說他家附近的鄰居 叫龐巴拉克 他媽媽死的時候就像這個樣子 死了以後馬上 親人不可以碰 沒有一個人可以碰他 趕快請巫師來 要請巫師來他才能升天 放在棺木裡面之後 你知道他躺在棺木裡面之後 巫師開始做法 任何人不准碰那棺木 只要親人換衣服也要巫師來換 你只要碰了那個棺木 就沒有用了 他就站不起來了 三天之後 法師做完法之後 他就站起來 他就站起來 站起來之後 像類似像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他也是這樣 一隻手就可以扶著他 開始怎麼樣 開始幫他穿衣服 穿好衣服以後 就開始走入念念有詞 這個時候叫什麼 這叫做黑暗精靈 還在這個死人的身上 所以說他很快 他快要什麼 他快要沒有元氣 快要沒有黑暗精靈了 所以趕快開始趕... 趕到哪裡 趕到拖拉雅的 從山巨嶺之中 大家看這個 玄關 很像玄關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們鄉西有感濕 但是我們 雲南也有玄關 對不對 浮在山谷中的 可是這兩個文化 是不一樣的 怎麼在印尼 都可以看到一樣的文化呢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子 這麼奇怪的玄關的文化呢 我可以告訴你 當巫師把這個 也就是說 已經死亡好幾天的人 他趕到這邊的時候 他自己上去 他自己上去 而且他自己走到棺材的旁邊 巫師咒語念完 他就咔嚓 就掉進去了 掉進去之後 他永遠不會再起來 但是在這個前面一段 這個屍體都是靠自己的力量 走到的 我的天啊 好 後面再補一下 天啊 他照這樣講 巫師太厲害了對不對 所以收費很貴 每次都印尼盾好幾百萬 印尼盾本來它匯率就 你知道雖然說 在台灣來講幾百萬 根本是小錢對不對 因為是印尼盾 可是在鄉下地方 常常會沒有錢 對… 沒有錢的話 巫師就會說 等你掌夠錢來 再來找我來做法 我還是可以 如果你還是沒有錢的話 你就不能做法 永遠放在你家裡 你要把它當病人看待 天啊 所以什麼時候有錢 什麼時候才能夠趕屍 如果沒有 十年放在家裡 他都是你家的病人 而不是死人 好 這個靳明先生要帶來 台灣也有 台灣有 殭屍奇案 大概是 大概才四十年前 但是這件事情 在當地還一直流傳 在台東這個大五 靠近大祖他們有一個村落 當時那個地方發現 有一個姓蘇德先生 一個男子 當時他三十幾歲 然後沉濕在一個樹林裡面 那當時警方發現他 據報趕到現場的時候 他的那個胸部跟腹部 都感覺被映霧 好像像那種枯木樹枝給刺穿 那種感覺 但是現場沒有任何的枯木樹枝 然後他的頸部已經斷裂了 好像被扭斷了 這樣感覺 警方當時研判 認為說 是這個蘇姓男子 不小心屍族墜落 墜落他有一個那個坡骨裡面 然後被那個樹木枯枝給刺穿 然後這樣子死亡 可是後來很多當地的村民 就不相信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說當地就像我剛剛講 又沒有那些枯木樹枝 拿來造成他這樣的一個死亡 而且那頸骨斷裂 你怎麼解釋 警方說是屍族跌落 但是目擊者看到的人 據說他不是自然這樣疊下來摔死 他是被殭屍給殺死 是被屍體殺死 後來當這件事情 慢慢過了一兩個月 有點淡忘的時候 有一天 有一個女孩子少父 也是年輕的那個媽媽 家裡面突然他有一隻狗 那個狗被人家殺了 他的那個狗頭斷了 狗的那個頸骨死狀 跟那個姓書的那個男生死的狀況 一模一樣 然後呢 胸部跟腹部好像也是被人家 用尖尖的東西給刺穿 那這個時候 你在說狗是自己掉下去 然後被映物給刺穿 你說不過去了吧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才發生兩個月前那個事情 然後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現在是狗 然後隔天那個狗死掉之後 隔天就那個年輕的少父家裡面 他就 有人就聽到他那個少父尖叫 這樣跑出來 就媽啊 殭屍啊 殭屍啊 然後跑出來 所有的那個 因為是村落嘛 大家是集聚在一起的 聽到就拿著斧頭啊 鋤頭啊 尖尖的那個 反正尖銳的器具 全部衝到那個 年輕的那個少父家裡面 趕快衝進去看 大家就問他說 不要緊張 在哪裡 在哪裡 那個少父就說 在他的床底下 他睡覺的床底下 他一直指著那邊 人家就把他那個木板給這樣 踢破他 踢破了之後 結果就往那邊一看 真的有殭屍還是烏龍一場呢 最驚悚駭人的結局即將引爆 全部衝到那個年輕的那個少父家裡面 趕快衝進去看 大家就問他說 不要緊張 在哪裡 在哪裡 那個少父就說 在他的床底下 他睡覺的床底下 他一直指著那邊 人家就把他那個木板給這樣 踢破他 踢破了之後 結果就往那邊一看 床底下竟然有一具乾屍 有一具乾屍藏在他的床底下 後來村民就把這些床下 在他床下的乾屍給拖出來 拖出來之後 村裡面的長老就說 這個不是已經死了25、26年前的 那個屍骨嗎 他那個還像剛死掉的那種感覺 而且據說這個屍骨還是之前兩個多月前 死掉那個蘇姓男子 蘇先生的這個遠親 遠方親去 然後他不是死了25、26年前 他這樣收在村裡面 就是一個爛賭鬼 喜歡賭錢 然後大家都不喜歡他 把他趕來趕去 沒地方住 最後後來說 他已經病死還是怎樣 不知道怎麼樣 就草草下葬了 下葬之後也沒有人看到 他的墳墓葬在哪裡 那不管怎麼樣 他的屍體怎麼會出現在 這個少父的床下 而且死了25、26年 重點是他的腳背 腳踝還有腳底 都有那個爛泥巴 好像剛剛走過的痕跡 好像你走過一些爛泥 那個鄉下那個 那個腳都瘦瘦 他的腳底會有痕跡 村民就嚇一跳 說趕快把這一具屍體 把它燒掉 然後一直念法 在那之後 後來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這個事情一直在台東 那邊當地鄉下有傳說 這個是台灣很難的 很罕見發生的一種 僵屍的一個傳聞 是 恐怖 好的 今天看完這一集呢 我必須要做一件事 好 這是跟所有的 僵屍跟細學者說 不好意思 對 永遠認錯就好 永遠認錯 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太輕 對 不好意思 當然要都講 您確實存在 好 那我們也 也沒有什麼得罪的意思 再一次不好意思 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